大圣 你想什么呢 我的菠萝不见了 肯定是有人偷吃了 不过刚才我们都去上体育课了 到底是谁偷吃的呢 贝利亚 刚才上体育课 你是最后一个吃教室的 下课后你又是第一个进教室的 菠萝肯定是你偷吃的吧 我冤枉呀 大圣没说请我吃啊 我不敢吃 贝利亚 肯定是你偷吃的 你想吃菠萝很久了 真不是我 不是我呀 大圣 虽然上体育课贝利亚 比我们晚来操场一分钟 下课后又比我们早进教室一分钟 他也吃不了七块菠萝呀 有道理啊 我要是能吃掉七块菠萝就好了 上完体育课又累又渴的 结果菠萝还没了 到底谁拿走了菠萝呀 无分自诩的行为太过分了 大圣 你桌子上是什么 我们出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啊 这是个奥特曼变身器 风马给我送过来的 难道是风马偷吃的 我打电话问问 风马说他有事 让泰家汪汪送过来了 而且泰家突然嘴疼 被奥夫送医院了 肯定是泰家偷知道 菠萝不用盐水泡 直接吃了里面的蛋白霉 会导致嘴巴肿的 你们谁给泰家吃了菠萝 一是说他菠萝吃太多 嘴巴过敏了 赔我们医药费 哦 夫 我们还打算去找你呢 泰家偷吃我的菠萝 赔钱 赔钱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有没有 3 果然是 这